不出所料,我不是要神一上映边凭借逆天的口碑,票房狂飙,成为了一部叫好又叫做的爆款之作。在这部新片中,故事精彩,泪点密集,走心的情节一个接一个,看到泪奔。 一,这世上只有一种病,穷病,卖假药的张长林说出的一句话,意味深长,在这部片中,每一个主角都是小人物,都有穷病,成永是一个卖状洋药的,租金都付不起,治病多年的老吕早已囊中羞涩,黄毛在屠宰场打工,私会为了替女儿治病沦落为舞女,穷才是当今社会的最大痛点,穷到看不起病,买不起房, 上不起学,这种病,的确没得治。 二,胆子挺大啊,你敢自杀了,吃个橘子吧,老吕病重,为了不再拖累家人,竟然自杀,成永去医院看他,两人微笑着聊天,其实,成永内心早已百感交集,老吕爱吃橘子,成永来看他,一句吃个橘子吧的朴素话语便引爆了情感,吃橘子是这部电影的一个符号, 是老吕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种体现,《我不是要神》是一部很有人情味的电影,片中老吕请成永到家中吃饭,地位竟成永的酒一口就干了,同样也是质朴的一幕,但又具有情感张力。 三,为了救人而违法有什么错?上帝不是说了吗?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?要神十大经典对白,每一句都直戳人心,开始看到这一幕,是喜剧,有着搞笑的风格,但看完才发现,原来其实这句话是成永自己说给自己听的,付出卖药的成永正是干起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活,而且,他也坚信为了救人而违法没有错。 四,零售多少钱?要两千一平?行,那就这样,那咱们卖多少啊?五百,剩下的我来补,要神十大经典对白,每一句都直戳人心,成永这个人物是慢慢塑造起来的,从一开始只是个投机倒把的商人,到后来的转变,这个人物开始散发出了迷人的魅力,看到此时,被狠狠地感动到了。 五,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?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?六,我不想死,我想活着,要神十大经典对白,每一句都直戳人心,催人泪下的一幕,老奶奶发自内息的声音,倒出了一种悲凉,为了治病几乎失去一切,老奶奶的房子吃没了,家人被她吃垮了,可要活下去,就只能如此,因为有天价药的存在。 七,所有的处分我都接受,这案子我真的办不了,要神十大经典对白,每一句都直戳人心,曹斯是一个正义的人,听到要抓卖假药的,立马一句,义不容辞,但当他知道要犯自卖的并非假药之时,便开始不想再查下去,但功不在身,又不得不查,他的内心一直在挣扎。 八,看着这些病人,我心里难过,他们吃不起进口的天下药,他们就只能等死,甚至自杀。 不过,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,希望这一天能早一点到来,要神十大经典对白,每一句都直戳人心,之所以挺而走险,之所以低于进货架,出售防治药,就是不忍心看到病人受苦受难,是一种救赎,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善意。 九,回家看过吗?不回了,他们以为我早死了,还是回家看看吧,要神十大经典对白,每一句都直戳人心,背景离乡的黄毛,因为生病,一直都没有回国家,但其实他的内心一直都想着回家,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洒脱而已。 程勇之所以会让他回家看看,是因为在黄毛住的地方,看到过他和家人的照片,早就看穿了他,知道他想家。 十,他才二十岁,他就想活命,他有什么罪,要神十大经典对白,每一句都直戳人心,在我不是要神中,黄毛的故事是最具情感爆发力的,有情有义的小伙子,为了活下去而努力,在危难面前, 又舍身救人,程勇对着曹斯发飙,让这部电影的情感全面爆发,是强有力的一声呐喊,以上是我不是要神十大经典对白,那一句打动了你。 有网友评论,个人理解,一,这样题材的电影能播出,说明电影审查制度在改善,二,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际上有承诺的,所以,仿制的要在我们国家,不能合法买卖。 但,国家真要严格控制的话,一评都进不来,你怎么看待这部电影?欢迎留下评论,谢谢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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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